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旋转运动 那运动学里面当然最重要的是三个基本的物理量 一个是位移 一个是速度 一个是加速度 那旋转运动也不例外 那跟旋转运动有关的位移呢 我们称为脚位移 跟旋转运动有关的速度呢 我们称为脚速度 跟旋转运动有关的加速度呢 我们称为脚加速度 那我们先看这个旋转运动的位移呢 怎么样子来定义 我们假设有一个指点 这个指点呢 在这个圆周上 半径为R的一个圆上面呢 从A呢 如果顺着时钟的方向 旋转到B点的时候 这时候它对这个圆心呢 所产生的这个圆心脚 这个角度的近度量呢 我们就称之为它的脚位移 那接下去我们来看脚位移 怎么样子来定义 你看 如果它绕过去的这个圆心脚 假设是30度的时候 它的脚位移呢 我们就用这个公式 S是代表弧场 R是代表它的半径 那我们知道 如果它绕一圈的话 它绕整个绕一圈的话 这个CTA呢 我们知道弧场就是 圆周长 也就是2πR 那它的半径呢 是R 所以等于说 绕一圈的这个角位移呢 就是2π 那如果绕N圈的角位移的话 那当然就是2π乘上N 在这里 所以这个N呢 是代表它那个绕形的圈数 所以基本上 我们计算角位移呢 是用这个公式来计算的 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旋转的速度 角速度的定义 我们就用它的位移 它的角位移呢 除上时间 那我们刚刚提到过 就是它绕一圈的角位移呢 是2π 单位是rading 然后那个绕一圈的时间呢 刚好是它的周期 那我们知道周期的导数呢 就是它的频率 但是我们在旋转运动里面呢 我们不称为频率 我们称为它的转速 一般来说就是用RPS 就是每秒钟 它转几次的意思 用这个公式呢 来计算它的角速度 所以等于说 一个旋转物体呢 它旋转的越快的时候 它的角速度呢 就越大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它实际的 线速度跟角速度的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刚刚那个旋转 那个指点 它真正的这个速度呢 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如果中间如果断掉的话 它就会往这个切线的方向呢 飞出去 那根据圆周运动的讨论 我们知道它做圆周运动的时候 它的速率呢 就是用这个2πr 除上它的周期 它的平均速率 那也就等于呢 因为周期的导数刚好是它的频率 所以它会等于R呢 乘上2π F 而这个呢 刚好就是它的角速度 那换句话说 它的切线速率呢 跟角速度之间的关系 是跟半径呢 是成正比的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个 在游热场所 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游热场所 它有一些旋转木马 那现在这个整个系统呢 假设它每秒钟转了10次 10次感觉上 其实也不算快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呢 坐在离开这个 旋转中心 一公尺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实际上感觉到的速度 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就用切线速率的观念呢 来计算它的 实际上的一个感受 那我们知道V的话 会等于R 乘上它的角速度 我们带进去 这个R呢 是一公尺 我们就用E来带 那这个Omega呢 就是2π 再乘上F F是10个RPS 所以实际上它的感受呢 其实是20π 很大的速度 那因为我们知道π是3.14 所以它实际上的感受 其实是62.8每秒公尺 这个速度我想是一般人呢 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速度 你就可想而知呢 这个离开旋转中心越远的地方 它所感受到的这个真实的速度呢 是越快的 有关这个平均角速度的定义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